这个就是 下午部分呢当然这一题讲完之后那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也可以想一下啦比如说我们今天 像我有这边有三个档案 PRODOT这个是我们的资料外部资料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之后把那个格式稍微稍微缩小一点 太大了14号字 那他进来的资料基本上 这个本来应该会是在eSale可是有的时候呢 如果人家提供给你的data他不见得一定是eSale档 那不见得是eSale档也许给你一个档案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快速的把它放到eSale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这外部资料那当然常见的外部资料包含也许它是一个 TST文字档 或者是一个SS资料库 那这个SS资料库有的时候可能 为了顾虑到就是说大家共用的话那也许这个SS资料库有可能是要放在网方上面 那网方上面呢如果大家一起存取 比如说我从那边抓过来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如果人家给你的是一个SS资料库的话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可以 快速的把这个资料 自动带到那个eSale 那所以后面会讲到这部分 当然除了这部分之外 其实 或许有些也会给一些像 CSV 或者是像什么XML 诸如此类 或者像 甚至还有更高阶 就是一个提供给你的资料库的网址 那你要怎么样利用一些 eSale提供给你的工具 去抓到那个外部的资料 把那个外部资料呢直接就倒到eSale里面 未来当然也许还有什么网路 还有云端 等等的相关来源资料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带到那个 eSale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后面 待会讲完这一题 我们就接着来看 那早上的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就每一个 每一页里面呢也许你可以试着做一些 一张图吧 一个枢纽分析表做一个图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 后面呢我们还有 7 从7到12的这个问题 那首先第1个呢 他问到就是说 这个什么呢 每一个产品类 每一个产品 类别 它的什么呢 销货百分比 所以产品类别 所以第1个我们把 产品类别 拉到 可能是列的 这个部分 然后呢再去统计它的销售总额 里面的百分比 所以可能会有3个动作 先把 这个产品类别的栏位 拉过来 然后 去计算它的值是销售总额 并且把它的格式变成百分比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1个也许我可以拿那个 这个来改好了 这个 我需要的是 什么 产品类别的百分比 所以我拿 06复制 Ctrl就按住拖拉 改成07 OK 等于是第7个问题 那首先第1个 它当然是分类 所以分类里面 那所以 分类名称 那所以把什么呢 第1个你可以把 这个06上面的业务名称 把它 移除 所以拉到空白处放开 它就移除掉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不是要技术 我们是要里面的那个把它改回来 它本来是技术 所以呢再把它改为加总 所以这部分的话先加总按确定 加总完之后的话可以看到里面 它每一个每一个的销售金额 那当然相对的话看起来主机版 是这个公司的主力 因为它的销售金额非常的大 然后 超过20亿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百分比 你占的百分比的话 那一样特别说这个地方 你一样到那个 值的栏位设定 根据这个值栏位设定里面 把它改成那个显示 比例部分呢 改成 总计百分比 因为我刚刚有做过啦 类似的方法 总计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销售额占最大宗的还是 主机版 所以这个公司里面 其实基本上就是靠 主机版赚钱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那其他的话什么 汇流牌 只有占百分之1%不到2%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完成那个第七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个问题 他问说每一个年度 月份的总销售 这个总销售额 所以年度 年度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月份 的总销售 做出来的话呢 基本上涨的就像这样 有点像 如果把年度放在篮 把月份放在 那个列的话 中间一样 就是我们销售总额的加总 所以做法上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干脆一样拿这个07来做修改 所以把这个 07的这个 再拖拉Ctrl键按住好了 把这边改成08 那第八个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几个 我把列的部分把它移掉 不要分类名称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把 栏 先列好了 列是月份 月份拉过来 然后呢 年的部分的拉过 到标签 你会发现 2007到2009年的 资料就出现了 那目前是百分比 所以把它改回来 改成什么 改成 无计算 让它的业绩显示出来 但是特别注意 其实这边的话呢 年度因为我们已经有产生一个 年度的栏位 所以呢它可以根据 2007 2008 2009 但是理论上有的时候什么 你如果把这个年度拿掉 如果说我因为年度的这个栏位是来自于那个有一个日期 消货日期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不想要产生年度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销货日期 拖拉到蓝 那它会买每一天每一天 其实呢 各位可以学会一招 就是说什么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日期的任何一个蓝 任何一个 除了一个上方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群组功能 也就是说其实日期部分 尤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希望呢 他可以把同一年 同一季同一月的资料 放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群组功能 群组功能呢直接就是 在上方按右键 它就会出现群组 假如说我不要用年的那个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改消货日期 假如说你平常用的话群组 那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上方会出现就是说 从哪一天开始 哪一天开始哪一天结束 然后你要兼聚值 关键在这里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日期 甚至是 你的兼聚可能是某个数字到某个数字 其实也都可以利用群组功能 来帮你把 某一个兼聚的资料放在一起 所以呢我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年 假如我这边根据年 特别重要月要把它点掉 否则的话月它会自己出现按确定 那这边的话呢 它一样 2007到2009 结果 会是跟刚刚那个用EAR那个栏子一样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必要 多一栏的话 那其实你倒不如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用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可能 必须要懂得按右键 去做什么 做群组的设定 OK大概差别在这里 至于哪个方法比较简单 你就自己去斟酌吧 OK 如果不需要增加 其他 这个地方的话按确定 我们可以产生5M 所以这部分呢 除了说你这个蓝标签 可以用年之外 你也可以用销售日期 记得按右键 所以关键在哪里 关键按右键 这边有个群组功能 或者是你从 上方也有个所有的群 这个群组选取 也有群组功能 不过我的习惯 是直接从这边按右键 这样群组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按右键群组 应该其他的版本我想应该也是 应该差异不大 就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可能要注意就是 哪一个起始值 结束值 如果说你要群组的 可能不是全部 那你也可以选择某部分 其实开始的点 跟结束点这边可以做其他设定 另外的话兼续 因为你我们选的是 一个日期 的格式 日期里面基本上 他一定有年月日 然后 背后其实还有10分秒 所以其实你可以针对某部分的 像这边有吧 年月 多一个季 然后呢 天 小时的是 hourminisecond 所以多一个季 那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年的部分群组了 那就完成08 的这个部分设定 接下来的话09 09 09的话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一季 每年度 把本来上面的 1到12月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用季的方式显示的话 那其实 这个地方我把08再复制一下 卡住加按住 这边把它改成09 Enter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他这边 1到12月 我不要显示成1到12月 我希望显示 每三个月 就一季嘛 三个月一季 帮我群组的话 这个地方 就我刚刚讲的 其实 你可以按右键 一样群组 针对这个列的部分呢 做什么呢 每三个月 做一个群组 你不要先放上面就好 按右键 群组一下 接下来他会跳出这个群组的 设定画面 他会问你说你的群组的起始值是多少 1嘛 预设 结束值是 12 那兼聚的话呢 预设是 每一个月间隔1嘛 1 2 3 4 那如果说你要一记的话就三个月 所以记得把他的兼聚值改成3 改成3之后呢你按确定喔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 结果显示出来 有没有发现 1到3月就一记 第一记 4到6月一记 然后7到9 10到12 那也就是说以后如果 特别注意喔你要把 某些数字的范围 让他兼聚相差多少 为一个兼聚的话 记得善用那个群组功能 那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喔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懂的群 这个群组啊你会发现哇列一堆 可是其实他们很多其实是可以把它 放在一起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想你就善用那个 所谓的群组喔 那如果要取消的话按右键 这边就会有个取消群组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他就取消掉了 OK所以按右键 群组 你要兼聚射多少 那这边可以稍微改一下 这还蛮好用的功能 群组 而且用到的机会 蛮大的喔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这个群组功能的话 可能 很多枢纽分析喔 你做出来的结果当然就 不是很恰当喔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每一季 帮我 设定出 一个 资料结果 那当然他也会自动帮我把它做加总 OK 那最后的话呢 那我们已经把那个每个年 每一个季 问题09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列出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业务员 每一个客户 的交易额 那也就是说 在列的地方喔 你可能在 他有一个第1个位置 就是 我们的部门 第2个位置就是放 业务员 就是其实它是员工 第3个就放客户 那他会自动 帮我把那个交易的金额列出来 那做出来的结果喔 大概长得像这样 底下这边可以看到 所以基本上呢 看一下这个好像多个月份喔 月份应该是不需要吧 看一下 列出交易金额 好像不需要月份喔 所以 也可能月份要把它拿掉 所以 部门 那个人员 然后再 那个客户 那所以呢 一样我先把 这边的这个 问题09的结果 干脆也拿来复制 拖拉过来一下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10好了 那这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把消货日期移掉 月份也移掉 然后我先把那个 中间就是加那个所谓的 部门名称 放在那个列里面的第1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要再放第2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再拖拉 放在下面 员工姓名放在这边 那业务姓名 业务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呢 同一列里面 你可以 不只放一个 一个栏位 你可以放两个以上栏位 那这个两个栏位的话 就会显示 他所有 Total的业 这一个部门 业务三客 他的所有家总 他个别的也会显示 所以这个地方里面 业务姓名就放个别的 他全部的家总在后面 如果你又要针对 哪一个客户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客户 的那个客户名称 拖拉到第3个列的第3个位置 放开 OK 那你会发现 他的关系就是 哪一个 部门 的哪一个员工 其实业务人员 他服务的对象业绩是多少 都会分别把它列出来 这样的话 其实就也是一步聊 你说你同一个 列里面呢 可以放三个栏位 做 这个比对分析 OK可以看到结果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10的部分 所以可以再把这个 把它改成10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针对 这个最后两个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 蛮简单的 这边应该第12个问题 第11个问题应该列出什么 Top Sale 就是不分年 不分哪一年 比如他2007、2009 那我全部 的Top Sale 帮我排序一下 也就从高到低 帮我排行榜 排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个问题 比较简单 就是 如果我只要2009 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我们把这个 第10 拖拉一下 拿这个第10来改成11 好了 那如果用 排行榜 那当然第1个呢 我们一样就是说 把那个部门名称拉掉 把客户也拉掉 留下什么呢 员工姓名就好 那他的加总 这个地方加 加总部分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 再把这个范围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 预设的排序范围 不是按照 合计里面的结果 那如果说我要由 合计的结果由高到低的话 那当然最简单 你可以切到资料 资料里面有一个排序 你可以怎么 Z到A 游标只要放在合计里面 Z到A一下 OK 他就会怎么样 帮我根据什么 目前的 这个合计里面 这一栏 帮我做什么 由Z到A Z到A就是由 大到小 自动帮我排序 所以你会看到 只要游标放在其中一个储存格 按Z到A 他就会自动 帮我 排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公司里面业绩最好的 他就是 他会自动显示出来 这个人 其他的话一直在推 但是目前 他并没有 分哪一年度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看到的是 2009年的那个年度 的Top Sale 排序排名的话 那我最后 可以再把什么 这个地方 第11 拖拉一下 把它改成第12 OK 12 然后呢 这边 可以再增加一个年度 年度怎么加 其实他有两个方法 应该不就是把它拖拉到报表筛选 这边可以筛选 或者蓝筛选 可以啦 那我们 这边的话 我干脆 直接把他年度部分 放到那个 嗯 那个什么蓝标签好了 那当然他拖拉过来应该有三个年度 所以三个都会出现 那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再针对什么 哪个年度做筛选 所以你可以 只留下2009的 就全部不要 全选 留下2009的 按个确定 OK 这样的话呢 就会显示出来了 那当然 排序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以 再利用 利用力道A 再把它排一下 这样的话呢 排完之后呢 2009的 所有结果 就显示出来 不过当然 最后 总计这个 这边跟这边 好像一样 如果你 当然不显示这边的话 好像我刚刚有提过 你可以 按滑鼠右键 有没有 他这边有个移除总计 你可以把这个总计 把它拿掉 这边就不要多一个 不然感觉好像多一个结果 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 可以看到2009年的Top Sale 好像就跟 全部的Top Sale 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 林玉堂 那就可以把 这个Top Sale的排序 给排列出来 那我们 这个前面的12个问题 主要 就是 可以利用前面的那个 资料阻挡 然后快速的帮我 根据这12个问题 产生我们有 12个那个 枢纽分析表 第1个第2个第3个 中间的话 我们有参差 几个是有图的部分 在后续的话 请各位就是 有时间的话 把这里面的 这个表跟 把它再 变成一个枢纽分析图 至于怎么样变化 会比较好的话 请各位 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 实际上需求 去再稍微做个变化 当然这些问题 除了这些之后 还可以有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再稍微做个变化 主要是提这些问题就是要利用这些问题 帮我们 去熟悉 枢纽分析表的相关操作 所以利用这个我想 这12个问题做完我想你对于枢纽分析表 怎么样去操作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基本上 大概 外乎就是 这边基本的架构 所以 所谓的交叉分析一定是列跟蓝 这两个东西 中间会有个值 值里面的话你可以去做相关 看是要 加总 三米符 还是要 项目 就是几个比数 或者是最大最等等的相关的运算 如果你要显示的不是金额的话 你可以用百分比 里面的话有一些相关格式 可以做一些 后续的设定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还利用这个范例 先把它熟悉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 会再用那个 待会就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进阶 体里面 就范例里面的话 那首先当然会有几个问题 因为我们 现在呢 在这个范例档里面你会发现没有Excel档 也就是你打开的话 这个资料 一个文字档 那文字档怎么样把它搬到 我们的Excel 所以待会我会跟各位讲一下就是 如果一些外部的档案 如何可以快速的 来帮我把它放到那个 就是Excel 其实这单 外部的档案其实非常多种类 我刚刚有提过 文字档这边有 CSV 其实也蛮贱的 蛮长的 还有XML 或者甚至说 现在蛮流行的网路爬虫 网路就是资料全部在网路上面 你可以 它也算外部资料 你也可以把外部资料直接 爬到 我们的Excel里面 当程式资料来源 做后续的枢纽分析 只是说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 本来我是想要加啦 只是说因为 这边的网路环境 不是 很 就是 好像大家的网路环境 都没有连到网路 连到外部 所以可能 这部分的说明会有问题 不然的话 其实可以加这些东西 但是 会有个难 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 都是需要 撰写程式的 如果你要抓网路资料的话 这部分可能都会牵涉到 怎么样去 把那个动作 变成 那个程式 然后利用程式去抓取 你要的 资料 像哪些啊 像比如说网路上资料 像雅虎股 像股市资料好了 你要一键按下去自动抓 其实是OK的 然后他可以自动 甚至呢VBA里面 他甚至可以自动抓 你还可以跟他讲说 你每隔多久抓一次 比如一个小时 你就跟他讲一个小时 那 VBA他会自动去一个小时 帮你撈一次 那你可以再去做后续分析 分析完之后他一个小时 又帮你抓一次 或者甚至他有一个功能就是 像闹钟一样 每天的几点几分 几秒他会去 抓一次 当然的话这样好处是说 他会自动去做一点事情 有点像是你把那个 ECL当成 自己用程式的方法写出一个助理 也就是那个助理他就是固定时间会帮你做完一切的事情 然后东西抓下来 甚至你也可以丢到枢纽分析但是 枢纽分析结果啦 自动 产生一个你要的结果之后 自动给你回报 甚至像outlook也可以 就是用 里面内部的outlook功能 直接寄信给你 或诸如此类啊 给你通报一下 让你知道说有什么讯息 那也就是说 很多事情 就可以轻松许多 这是未来 就是目前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 有点像AI的 现在 蛮热门的话题 那AI的成绩又更高 只是说如果还没到AI之前 我们简单希望写出一点东西的话 其实 倒不需要 那么的麻烦 其实 Excel本身 就会有我们要的功能 这个也是 入门班 有提到的 就是到什么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 里面你可以写一点东西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我们等一下也可以 再加一点吧 就是说怎么样 再把这些功能加进去 那比如说像以这一题来看 你其实可以呢 把刚刚的这一题 再衍生就是上次上课的那个部分 VBA 如果你要加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资料主档这边 从D栏 到N栏这边 像我们之前也是一键完成 对不对 那其实这边也可以把它改成一键完成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有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下去 自动帮我全部清空 一个按钮的按下去呢 是自动帮我把这些动作又全部重做 因为假如说我来源资料已经更新了 比如说这边到2009 2010 20到2018 资料又更新了 那我如果说要重做一遍的话 浪费时间 我如果说 把这些都已经可乘数 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全部完成 那这样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 至于要怎么做 这两个按钮 其实 那如果我们帮里面有提到用那个丢公式就可以 只是说你要丢很多公式 要一直丢 它就会一直全部 帮你全部做 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那 这 这个部分也许可以 试试看 待会我们就是 这个部分讲完 也许就直接再看一下那个进阶版里面的那个 怎么从外部再汇入资料 那先试试看我刚刚讲的 问题07 到问题12 先试着把它做做看 那透过这个范例 我们想 应该如果 你这12个问题都能够很顺利做出来的话 我想你苏牛分析表应该也差不多 应该有一定的程度了 那至于后面还有哪一些功能没提到的 我们在后面的 范例里面 如果没提到的部分 我们再把它再 拿出来讲 试一下